OK开始 因为我也去选题 就有一些选题和内容 然后因为国家 其实国家和区域这块 大家都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因为我记得很久当时 包括日本对吧 那这张表当时我也说是 那个NewZoom NewZoom这个平台 也蛮推荐大家去看看 因为它会发布一些调查报告 是一个荷兰的一个调查公司 对吧 就管它这个数据 不一定说那么准 但是就是它相对 还是公信力比较高的 它是比较宏观的一些数据 那我们这个上面 你看应该印度 对吧 印度 然后印尼 日本都讲过了 对吧 因为出海嘛 咱们中国就不讲了 你要讲中国 那事情 就可以讲很久 对吧 那美国 对吧 美国 那我们讲美国 美国的情况 那就这也在榜单上的 对吧 那其实 它的这个 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应该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大的这个趋势 我之前就是在讲 那个就是给出去 我们大家去有分享的时候 当时有提到那个 全球的这个移动数据的时候 当时其实一直用的那个数据都是 我把这个稍微往左边来一点 这样能看到 对 那个我们当时那个一直讲的数据 当时一直用的是那个2018年的 就就老师那个环比17年对18年环比 就是有好多东西是 其实大家那个感受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呢 你要得出结论来呢 就需要一些东西来佐证 但但好多时候大家得出结论呢 也是这样 就是说当这个佐证和你想的是一样的时候 大家就把它吸收了 对吧 那如果跟你讲的是不一样的 你有时候就不想吸收它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说是API你2019年的 就也算是比较新了 对吧 19年的就是它而且是半年 就是19年上半年 所以大致现在是按照一个趋势去走的 那么它其实给我们的结论上 我们先看上面这块 先看上面这块 就是说全球的这个移动用户下载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半年 每半年期的就其实有这个怎么看 就是说有点见顶对吧 见顶 然后呢那稍微又往上一点 但是客观来讲就增速就没有了嘛 就像我们一直强调 就是说比如大公司也好 或者说一个大市场 其实增长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环比不增长 对大家来讲 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了 就是说大家可能要找新的这种 红海市场或爆发式增长 那就说下载量这个事儿 对吧 就说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这个瓶颈了 对吧 那但是呢 就说第一个是用户使用市场 就全球游戏使用市场 当然应用我相信也是也是类似的 就说那这个好处就说人嘛 就单个的游戏下载量 或者说你无论是归结到人也好 到设备也好 就是它是有有一定的这个 到到一定的这个瓶颈期了 对吧 就除非换机潮再来 然后呢 但使用时长再增加 更重要的是用户支出 对吧 用户支出 就是你很多的场景 就比方说 其实以前我们觉得 比如线下场景需要线上来辅助 对吧 那现在甚至是很多的这个场景 都需要线上 你首先验证你线上可行 然后再去搭线下都可以 就是说那用户的支出 其实在增长 这是很好的 相当于用户更多的时间在平台上 然后呢 这个是普遍的 对啊 这个也是我们反反复强调的点啊 我觉得就说重要的 咱们也就看到 咱们就反复强调就说 用户时间一定是在这儿的 而且会越来越多 特别这年轻人还会 肯定会也会越来越多嘛 就花的时间越多 然后钱也越来越多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 它这个分年统计啊 这个跟之前的那个表 应该就有一些不同了 最大的一个不同 什么点呢 就是说 看一下这个同比增长 它这个同比增长 是19年上半年的同比增长 大家注意看一下 挺悲惨的 就是因为之前 其实上一个图 我们当时一直讲的是 就是说 怎么说 就是T1T2国家是没有增长了 就它已经渗透 就是量级上是没有增长了 对吧 这是下载量嘛 就这个它是去佐证上面这个观点啊 就是 就是相当于当时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印度 印尼 那张图我都可以找出来 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 就我们当时应该是第一期 第一期还第二期 当时我们讲的 就是印度当时是百分之二十三 还是百分之三十几的增长 对吧 然后现在我们看 百分之一 就是19年 H1对18年 H1是百分之一的增长 然后看这些下降的越南土耳其 这些可 泰国对吧 这些可都是那个 这些都是那个流量大户啊 就是就是我们说那个流量的量的组成 可都是这一区 但是量居然是掉的 是跌的 但我没太注意看到了 我再去看报告 它应该 但它应该指的是Google Play和IOS的下载吧 我理解是这样 所以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结论还是挺沉默结舌 就是T3国家量居然只有百分之一 甚至负增长 就是这个还是挺可怕的 但是好的点是 这个是在上一次 就比如说17环比18 19环比18 都是这样 就是T1国家的付费 都是双位数增长 这个是之前的那个 就之前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那意味着就是说 成熟国家的这个付费 或来讲就是付费习惯变得更好 对吧 他会愿意花更多钱在 在这个移动端 所以那大概结论就是说 在量这个上面 大家不能就换句话就是说 包括我们说投放也是这样 就是大家不能再那样去追求量了 对吧 那第一追求量本来成本也高 对吧 那为什么成本高 你看就平台侧这个用户下载的欲望 和那个都已经下降到 就是说你别看 他只是一个说 百分之三四十到百分之一的下降 但其实他背后的那个逻辑是很可怕的 对吧 那我们不能单纯独立去追求量了 就必须去找这个质量 对吧 那质量这个去哪找呢 对吧 那比如说T1 你要能占助一到两个国家 对你来讲 对于大家活下去 这样的一个目标 是至关重要的 对吧 那这个是一个角度 那OK 第二个角度是 我们来看这个分区国家 我就左一右一帕挡住了 就是分区和国家来看 这个是相当于说难易度嘛 就刚才讲的是一个大的环境测在下载量 以及用户收入测 就是说的一个大环境 对吧 就是不容乐观吧 因为你说所谓的这个美国付费高或怎么样 但其实就像我们一直就像看好莱坞大片一样 就是说你要的质量也越来越高 确实难度比原来肯定要高很多的 对吧 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游戏厂商 就是相当于 他说是Top250的移动游戏发行商来源嘛 就国家来源 以及它的区域占比 就相当于说 这个颜色它区分的比较不太明显 就是 但是可以看到就大概的这个结论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分成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 那么我看中国 首先就是我们就图上 我们不看下面字 就是说 一个是 就中国在中国的这个厂商 对吧 他说游戏对吧 游戏在应用就更加了 应用真的是都垄断了 不行不行 但好像昨天是不是有一个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像是有一家大应用被下架了 是吧 反正现在就是都不好 都不好过吧 那个在新兴市场这边 就游戏的占比 大家看一下 印度尼西亚 这都是中国的 国产的 比如43 38 36 对吧 20 就是在新兴市场这边 就国内绝对是 就是非常领先的 就我们的占有率也好 各方面 或者大家花的功夫 也很多 并不是单纯在东南亚 你看在这个俄罗斯什么 就都是比较高的 然后呢 在发达国家呢 就日本 对吧 就当时我们讲日本的时候 也说 就大家反正就说 你各个维度上去调研 就日本就是比较封闭 对吧 就他自己的这个 厂商也好 游戏玩的比较多 所以他的占比是 73% 对吧 比较多 但是可喜的 就是说反正国内的是 占11% 对吧 那到美国 美国和德国 就是在真的 就是美国讲完以后 下一个讲题 我就讲德国了 就是德国也是很厉害 就是说 那这里的一个结论 什么 就是说 相当于美国和德国 德国就是欧洲领头 就领头这边 就是他对题材也好 对内容的包容度会更大 对吧 就他 就相当于我们去 只要把好卖 了解好他的情况 就相对来讲 这个成功率 其实比日本高 就是日本当然就是 他成了他那个量级也很大 对吧 但至少就是美国 21的中国厂商 这个德国是23 就是这个表现 也是给希望 对吧 我们可以更 更好的去发挥 去发展 但但其实这个数据 看完 我觉得有个 其实是有点疑问的 就是 就这个灰色的 就比如说 日本本土的这些厂商 就是他的那个 那个占比 真的我觉得有点 稍微有点低 因为因为他们 其实理论上来讲 像日曼 日曼的那个比重 应该也蛮高的 而且全球 其实那个热度 我们也看过 大家一起去看过 就那个热度也很高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个比重占比 会相对比较低 或者有可能 他是按照那个 支数来算的 所以就是说 他的这个集中度 比较高 就是他那个个数 比较少 因为国内的 这个咱们出海的个数 就发行商 这个个数比较多 所以他那个占比高 有可能是这样 他的应该 整体的那个 额度上来讲 应该会比这个 你说2%1% 肯定应该比这个 会更高一点 他应该是 可能是按照 按照个数去看的 对 然后呢 再进一步去看 就是说 这个移动游戏 发行商 就中国移动游戏 发行商 这个海外市场的 用户支出 以及这个海外的 这个市场的下载量 就是我们自己 就到这个维度上 就说 其实相当于是这样 就说我们也用 各种各样的数据 和维度去 去反逼或者倒逼 说美国市场 到底重不重要 对吧 那虽然就是说 美国我们放在了 这样一个时间点 去说他 但是呢 就说在海外 就是客观 就中国的整个 这个移动游戏市场 或者怎么样 是number one 就当然有些统计 比如说美国 那个好像去年也不错 说可能是number one 就中国理论上 绝对是number one 因为好多是统计不出来的 对吧 你们懂的 对吧 就是肯定统计不出来的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美国的维度上来讲 就是说 因为 因为咱们说出海 那就他没有 没有呢 就是说 不含中国情况下 美国真的就是number one 就是真的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就是我当然可能 就是说 我们能够做的 时间比较长的产品 或者说 就是说 时间长 就是运营周期比较长 然后呢 就是说 相应的这个付费 和情况来讲 包括咱们大家自己去 看一下后台 如果是全球发行的产品 就尽量 就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 就是说 当然你去发日韩 肯定也很厉害 很好 对吧 很牛 对吧 但是尽量咱们还是找 能够全球发行的产品 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全球发行的产品 那就意味着 就比如日本上 和美国上的区别什么 就是说 就美国真的很多 你去看看你的收入组成 就是基本上 对吧 美国能占三成以上 就是如果 正态分布角度来讲 三成以上都不算多的 就是正常情况 那日本那个情况是说 你那种真的是说 美国 日本 中国 都通吃的产品 真的很少 对吧 其实相对很少 很难 那咱们从中小 开发者角度来讲 就是说 日本那个你想进去 真的还是很难的 就是说 他要的资金量 什么 对吧 动不动 人家一说都是 12个月涨期 我才 如果我有12个月涨期 那我早就 公司都解散了 就是 那维度上 就是我就不要去应评 没有必要 就是他是很好 我们也承认很好 那美国就比这个 还是要nice多了 就相对要nice多了 就是说 你进去肯定是难的 那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游戏支出 市场支出 这是人家统计出来的 就是说市场支出 核下载量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就是 我看一下 它是东南亚区域 比如这个 我们看 首先 看一下它这个增长 对吧 就是到这边以后 我放下来吧 就是增速 对吧 大家看到这个增速 就是中国游戏厂商 它做了统计 就是增速是下降的 对吧 就基本上 你想就是2%的增加 那你得考虑你说 那不还有2%增加吗 那你得考虑 就是说 我们出海的个数 还增加了 对吧 就可能厂商比原来 原来只做国内的 好多也都出海了 对吧 挺牛的 广东那边 有好多很牛的公司 大家也出海了 所以在量级上面 就是说 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 而且量级 大家看一下 美国 这单拉出来 就是美国真的是单拉出来 就美国单拉出来以后 它的量级是下降的 对吧 大家看到 这是下降的 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 就是买量 就大家肯定往那挤 但是买量成本 各方面肯定也是更高了 对吧 然后那量这边 就是不容乐观 对吧 今天我们看完这些数据 就量绝对是不容乐观了 然后呢 但是在收入上 大家看收入 对吧 就美国 这肯定美国 这肯定不是东南亚嘛 对吧 就美国 我们看从这个美国 然后呢 西方重点国家 日本 对吧 然后韩国 这个什么 东南亚和其他区域 那你看完这个 那还用我说什么呢 我们就 我们就 对吧 我们日本已经讲过 日本对吧 美国 这个所谓的西方 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重点区域 德国能在这里面占一半 就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德国在这能占一半 一半甚至一半强一点 或者或者我一直强调 不是德国 是德语区 对吧 就德语区很重要 因为有些那个欧洲 你去买价格是很便宜 但是也不付费 对吧 比如希腊 我们买了 我们希腊 你们猜多少钱 希腊大概就0.05 到0.1 左右 就希腊 超级便宜 然后那个哎 我现在这个 咱们就逗去一下 就是那个 包括那个葡萄牙 那边也很便宜 对吧 但是美国就是说 在量下降的情况下 收入还是上涨的 对吧 那它的重要度 呃 就就也是不言而喻的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类型这块 类型 它按照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类型 它也按国家区分 就是呃 大头 对吧 就是能挣钱嘛 就我们从能挣钱的角度上来讲 就是呃 SRG 是呃 占的绝对是大头 但是呢 就说SRG 它的这个呃 相对的这个比重啊 在2019年是有 和17年相比 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下降 一定下降 这个是嗯 相当于 应该怎么说 就是 哦 sorry 我们往前一讲 呃 这个应该是 就是两个角度 一个是就说 新的爆品吧 就是你你这个 COKlike的这个 这个体系 对吧 或者COKlike换皮 就是说 你你你有好几套 这种的走法 那当前就是说 可能需要呃 新的这种类型来补充 因为因为用户的这个 皮态也是有呈现的 对吧 就比如Game of War 它这个呃 肯定很厉害 买量啊 或者整个模型都很厉害 但是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下 还是需要新的东西来 来引导大家 对吧 那么在美国 我们就重点看美国 美国就说呃 百分之十七的下降 SLG是百分之十七的下降 那上面应该是指的 全球的情况 然后呢 RPG是嗯 百分之 四十七的增长 啊 我的理解 就是说呃 呃 他的那个呃 比如动作类是 百分之八十二的下降 RPG和休闲类 呃 休闲类是百分之二十七的上涨 我看一下啊 角色扮演是二十呃 二十四点四 二十五 就是美国这边有比较高的一个增长 对吧 然后动作类其实是呃 在整个类目是放第三位的 然后呢 休闲是占到第四个 所以他把这四个单独列出来 就是美国我觉得能看到的情况是说 休闲类绝对是很火的 就休闲类在 就是比如说休闲类你打全球 就在美国当时我们看过那个榜单和 比如说和同行交流也是 就说呃 当时这个量级就说 不知道他们从美国怎么能拿那么多量 就是就是当时那个能统计出他那个下载量吗 就量级特别高 就是北美你能上去以后 他的整个这个协同效应和那个 代理效应很高的 而且他这个休闲游戏的这个 换屏次也很高 对吧 换屏次就休闲绝对是对的 是这个是增长百分之二十七 我觉得没问题SLG下降 我觉得也没问题 就是SLG确实是有一定下降的 但是即便下降了 对吧 人家还是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就在美国也是 绝对是收入的第一大品类 对吧 然后呢 另外再下来就说 RPG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我们上来就大家不同意 我们可以这个交流一下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的理解 就是他是不是把吃鸡那个算成是 RPG这边了 就比如那那那个 就是之前我们看 Google的那个报告 就是说呃 比如印度 他就说呃 动作action 他说action那个大增长 那他其实指的是吃鸡 吃鸡类目 因为如果是RPG 我不觉得有百分之四十七的增长 我觉得好奇怪的 就是那那如果是说是射击类 就说他那射击类应该也不算RPG 对吧 我这个是存疑啊 但是但角度来就说 确实吃鸡类的那个是是有增长的 然后休闲很厉害 SRG很厉害 然后下来是那个呃 那个就是呃 呃 那个那个呃 就是那个呃 博彩对吧 博彩和比如说消除就是那种就是测 模拟模拟经营或策略类部模拟经营模拟经营那种类型 然后呢那个博彩其实都是有机会啊呃 呃 然后休闲这边也是比较多 但是休闲的也有他的问题嘛 就是可能呃 站了一定时间 但他不一定站得住 但是有些中度休闲其实表现也是蛮不错的 然后这这张图其实嗯 应该大家在很多场合都有看到过对吧 那我们也是 就是反正侧面的 怎么说就是就是反正呃侧面的就是巩固巩固一下嘛 就是说呃 成熟市场的位置和排序对吧 就是呃 日本排的比较高它是什么 把中国拆成T1T2Cities和呃 T3的这个Cities就是大概这个这个需求和趋势对吧 印度和巴西是有增长的呃角度 然后呢 这个这个是就已经在比较成熟的位置上了 所以所以对这里面就说我可能也表达一个观点 就是说呃 很多也讲就是说嗯 怎么说啊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上来以后哎 先上东南亚先就是说先这个呃 到好打的地方就是比如说这些他说啊北美很难打 然后呢就说欧洲也很难打 就日本是我是真的承认很难打啊 就日本我也没太想明白怎么打 就是这真的很难打 就说呃 那比如说是不是我就先去好打的地方对吧 我先减这个呃 比如中东的或者说我减东南亚去打而已 那我觉得当前的这个竞争情况和角度来讲 首先我觉得你大家也相信自己嘛 就是说呃 他很多的这个数据反馈其实是一样的 对吧 很多方面就一定也是在什么地方能挖出水来 我们在那个地方多花时间呃 多花精力 对吧 就是在到美国绝对是我们要要重视和正视的这个位置 你想要到东南亚你说把这个水挖到很深 出很多水 结果可能你你特别是你你人越多 你这个事情可能越失望 对吧 就一定到一些就是指哪打哪 对吧你你一定是在那个某一个区 呃能够找到找到你的这个打法和方式 这样才是在海外能够中长线去运营的这个核心的点 一定不是避开这些区域 一定是重点研究这些区域 拿出你手上的这个产品 就说但当然不代表你每个区都能搞定 但拿出你产品去匹配 哎美国区 我这个这个是这样讲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产品想运营一年以上 或怎么样 一定在刚才我提过 比如美日得 对吧 就就比如之前我也反复说这个观点 比如说甚至日韩 比如在这几个区里面有两个区有反应 就有两个区域 他买账你这个游戏 你就能做一年以上 是这样的 如果这些区域都没反应 这个游戏趁早就不用再去推了 所以一定还是强化 就是重要度 对吧 就就是顶部的这些 怎么说 就顶部的这些优秀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质量比较高的这个国家 一定是我们的兵家必争之地 好吧 就是削尖了脑袋 我们也要往里钻 不仅要钻 而且要想办法站下来 对吧就大厂做得很好很好 那是他做得好 就我们只要你能站下来 就是他的这个营收 对吧 有一点哪怕是 呃 畅销榜200名 就他给你的营收 也是蛮不错的 对吧 好 那我们进到第二部分 就刚才是 通过呃 相应的这个数据 和相应的这个维度 来就是反复来呃 佐证就是美国的重要度 对吧 就当才刚才可能还讲的 不是说第一国家重要度 就是美国极为重要 所以大家在买量的方式啊 各个角度上面 呃 第一要务就是需要去研究 美国的这个这个玩法和情况 或者你在看榜单的时候 你可以看别的国家 哎 好和不好 但是呢 看美国好不好 是是很关键的 因为因为另外一个角度 也像 就如果你在美国站得住 那那第二个角度 就比如说加拿大 澳大利亚 对吧 澳大利亚加拿大 然后什么呃 英国或者说这个南南非啊 什么就他的那个辐射性 也很强 包括到东南亚 对吧 很多的这个辐射性 也是很强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美国 总人口啊 就是这个我就不信念了 我们就看那个相应的那个点啊 就到时候比如回放的时候 大家可以接下来看 包括PPT 我们大家也可以分享一起看 那那我说我的感受啊 因为嗯 那个也是前年大前年 可能我们在别的几次分享的时候 也跟大家有分享 但是我们既然讲到美国了嘛 那我们来讲一下 就说嗯 我觉得第一个点是 他呃 比如到美国的整体的感受是 呃 他给你一种 呃 安全感 就是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是学俄语的啊 就是我我之前呃 其实做旅游嘛 就也不做 我做了好多年旅游的时候 当时是去俄罗斯 对吧 那去俄罗斯的时候 就说 当时可能也是比较 比较混乱的时候 就说呃 那种那种感觉就是说 呃 有时候就不安全感 特别过过隧道 对吧 过过隧道 他有光头档嘛 就光头档 就站在那边 就是那是一个整体感觉啊 整体感觉的时候 就说你能感受到 就说他看你那个眼神 是有点有点有点别扭的 你知道吗 那那到到到到美国以后 就是当时那个整个感觉 就是大家 总体真的都很nice 就是就是大家总体 那当然就说在加州待的时间 呃可能长一点 就是因为那个Google会议啊 或者Facebook很多都在加州那边啊 就就加州真的太神奇了 就就就加州啊 就我在想想 就是除了会地震 就其他真的很厉害 就他他农业也有 对吧 那你像高科技都在那 就真的很厉害 就是他整个给你的安全感 是比较强的 当然了 就是比如到北部的一些区域 就到那个以前的那个 汽车工业的那个 那个那个城市的时候 就是呃 加州比是纽约 阿伦说是吧 加州比是纽约 加州纽约比是德州 纽约比是全世界 是吧 对 就是然后 但这个真的 我先说我自己的感受吧 因为其实就是说 呃 这种其实反而比那些数据 要更真实 对吧 我把我现在这讲了 当然我们在数据上的 我们再快速过去啊 对 加州绝对 加州是都要独立的嘛 对吧 人家都加州想独立 他可以啊 他真的什么都有 什么都全 对吧 农业也有 我们吃了什么大樱桃玩 什么 也都是加州的 大家仔细看啊 什么好多那个鱼丸 鱼的那个什么 甘油也是加州的 好多都是加州 挺厉害 然后但是我当时到 到北部的那个 嗯 汽车那个 那汽车叫什么 芝加哥和那个 比特律 对对对 到底特律的时候 哇塞 吓得我都不行 都不行 你知道吗 就是黑人都是黑人 然后呢 全都在路上 就是有什么 不 我这个没有任何 比是那个人种的意思 当然就是说 就他主要是闲得没事 就在街上 就是就是闲得没事 的感觉 对吧 就十个人 十五个人 甚至都都在那 都没事 然后去 最后就 就我去 我去找那个餐厅 当然去找餐厅 然后呢 就是那个大众点评 给我带了 带我去了 大众点评 我们也投诉一下 到海外 不要用大众点评 找餐厅 就是真的有点问题的 那个携程可以 携程可以 携程都能找到 就是而且是准的 他结果 我带我去找餐厅 我也找个中餐厅 对吧 那个找中餐厅 结果你知道干嘛 给我带到了一个墓地 你知道吗 就给我当了 我就疯了 给我找餐厅 然后那个 他最后到了一个地方 他说那个餐厅 在这个墓地的 一个铁栅栏的对面 说告诉我 说在那边 后来结果证明 说那个也是 那个倒闭了 没有 最后只能去一个麦当劳 买了那个麦当劳 然后呢 那个麦当劳里面 几乎就坐了 十个黑人在里面 就是说 你知道吗 就是说 那维度上来讲 就是他也是有 有有参差不齐 对吧 肯定是有参差不齐 然后呢 但是 在总体的感受 他在消费上面和各方面 就是用户还是 很愿意去消费的 对吧 但是呢 有两个很高的概念 我感觉很明显 就是一个是汽车 一个是信用卡 就是他们在各地用信用卡 就待会我们会看 移动支付这块 看他那个情况 就说 信用卡就是到哪都能刷 就是刷信用卡 就是很普遍 就移动支付 反而没有国内 就国内好多东西 反而领先他们了 对吧 反而领先他们 然后呢 在车的文化也是很强的 所以就是说 车和信用卡 是两个最极端的 能感受到 就我刚 就是也跟大家 当时分享过一个例子 就说 我们当时在坐飞机 从纽约回 当时从纽约回 那个 那个加州 回旧金山的时候 就是飞机上面 就是他给你一个付费节目 你知道吗 就飞机上都 他而且那个付费节目 什么事 我说那你这怎么付费 他说付费看那个 我当时不会开玩笑 说看那个NBA直播 对吧 那我边上那个 那个美国人就说 拿出一张信用卡 在那刷 刷在飞机上 飞机上刷信用卡 付了五美金 你知道吗 哇塞 真的是很优质的客户 你知道吗 用户就是 对吧 你只要让他觉得 值得去付费 他真的就付费 他不是说 你不用想办法挖坑 你知道吗 就不像那个 有些人 你挖个坑 然后他他付了 就在美国这边 就你只要 就合理的去服务他 或者你只要合理 他真的就给你 刷信用卡 他就给你付钱了 对吧 然后 就是整体是挺好的 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那人口和就是加州 对吧 或者你要找大玩 你到加州 对吧 你就定位在这个 Google Facebook 苹果的那个公司 因为那个 Facebook定位挺准的 你定位 就是洗他们的用户 客户 洗他们的员工 他们可能付费挺厉害的 收入也高 是吧 然后那个 就是 就是整体情况来讲 就是说 他还是确实 有一些区域 会更好一些 对吧 有些区域会相对 但总体的情况 都还是蛮不错 然后我们看一下 就是他的整个覆盖 应该是4G 对吧 4G 比如5G 现在不是在外面 也吵得很雄 很厉害 对吧 应该覆盖 还没到那么强 然后呢 那4G里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 Virison 我不知道 什么 Virison 是吧 反正这家 它占了41% 以上 AT&T 我们是比较知道的 对吧 但这家可能占 我估计 那不用问 肯定是便宜 对吧 就他占的更高 这是移动网络的情况 网络情况 总体都是很好的 而且美国人 到移动端以后 就说 因为这个数据 就我也说了 就这个第二部分 我们数据稍微老一点 所以 它的渗透率 可能更高 就是它在移动端 用的时间会更多 sorry sorry 我看一下 刚才我 我是不是按错个地方了 稍等我一下 现在应该正常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可能刚才按错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移动手机 大概在1.9一步 或者应该是两点多一步 它的 应该它整个覆盖率 是还是很高的 就整个覆盖率很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像我们分析 每个国家一样 就是苹果 就是它那个手机组成 对吧 但之前我们其实 有看到过 但是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苹果占41% 就这个 我看一下 就是苹果占41% 三星 对吧 三星的那个 很高的 就是在 在几乎三星 怎么说 就是 我有回忆的 就是说 如果手机厂商 如果不说苹果 因为苹果它那个广告 就是你怎么地方 显眼都能看到苹果 如果除了苹果以外 应该确实是三星 就是三星整个 那个 就它比如 它的那个装卖店也好 或者什么七了八了 那些东西 因为当然 那个国产的 很多都不能在那卖 就咱们的不能在它那卖 所以肯定也是有影响 但是就说 三星的比重 在美国那个比重也很高 就韩国的机型 是比较高的 对吧 然后那个 OS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 就是说 就是安卓还是占 占更大比重的 对吧 更大比重 然后呢 因为这个报告 我还是强调 就这个报告 可能是17年左右的 所以就说 安卓应该会更高一点 对吧 会更高一点 然后呢 就苹果能占半壁江山 就这个 苹果是在 反正我们看到 就高 高净值国家 包括德国 就是日本和德国 苹果也占比 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高净值 这些国家 其实我们双端 双渠道 大家都是值得 值得重视的 对吧 值得重视 那么 另外就是可能一些 衍生的一些小的平台 如果在这个付费 比较好的情况下 大家也可以有一些关注 对吧 有关注 但是双端 在美国 可以看到它的渗透率 和这个整体情况 是非常好的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指的是广告类型和这个公司占比 它指的是 就这个也是反向来 我们其实核心来看 就是这些用户的这个情况 对吧 那广告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是 最高的两项 最高的这两项 一项是这个42.97%的search search 对吧 就谷歌它在北美 就我们看这个财报 对吧 就嫉妒报 我到时候嫉妒报 我每个我都讲一下 我觉得嫉妒报 真的还是挺有意思 就是43%的是search 对吧 那意味着就美国人上来 那它在移动占比 这么高的情况下 search广告还能到这么高 那意味着就是说 它还是习惯去search 那最近也有些朋友 就问我们 包括投那个 安装广告的时候 他说他就要search 就他就要search的量 他不要那个 其实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我 他说UAC那边 好像是广告那边 能不能只投search的量 然后就说 他就要那个移动端 就是H5的那个search界面 对吧 用户搜完以后 然后出那个下载 其实很有道理 因为他那个主要 还是很精准嘛 对吧 很精准 那就是至少搜索 这个还是占比很高的 就如果大家在投UAC 投那个角度 如果 反正我看到应用那边 投的是比较好的 就游戏 好像这么去投的比较少 就是应用去投 他的搜索和那个角度 如果投的占比比较高的话 我相信最后下来 那个转化和那个占比 应该也还是不错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社交 对吧 social 就美国人 美国人真的是活在社交里的 就是活在 这个 这个是 就是刚才如果 我说是 这个汽车 对吧 汽车信用卡 信用吧 信用对吧 信用卡支付 或者在他信用体系下 如果再下来 我觉得就是社交 就是他真的是一个 就是耐不住寂寞的 这个群体嘛 就他本来安全感也很高 就大家就 就是比较放松 比较那个 就社交很好 就是为什么 Facebook这么 这么蓬勃发展 就蓬勃发展 就是社交 那在投放广告角度来讲 社交占28%左右 对吧 那我问个问题 大家如果知道 可以问一下 他这个display and other display 指的是什么呀 我那个准备的时候 当时想去查 后来没来没去查 这个东西 display如果知道 大家可以跟我说一声 我跟大家说一声 然后那个占比来讲 就是说公司占比 Google是遥遥领先 对吧 遥遥领先 但是这个也是 稍微老一点的数据 老一点 但是就说 对对挺有意思 就是Google这边 比如在公司 这个占比角度上来讲 占到百分之十几 就是在广告 所有广告投放角度来讲 在美国 他指的在美国 就是占比百分之十几 然后下来是facebook 就facebook相当于是 也不好说 在吃Google的份额 但是说社交的 比如在广告投放 和角度来讲 就是他的份额 在提升 对吧 那包括有雅虎 有推特 有其他 就是指digital ads 这个投放的情况 就facebook 就是绝对也是 也是很强的 对吧 然后呢 来看一下 就是刚才提到 就是说在搜索维度上 就是美国用户 他是占比 就是就是很 在那个社交维度 是很厉害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社交的这个现状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就有些可能都是 我们用不了的 对吧 因为某种原因 我们用不了 但是就说 就用的比较少 但是就说 比如facebook 对吧 facebook 推特 推特 然后那个下来 比如pinterest 对吧 就是他不同的这个 这个这个使用的这个 这个这个细分角度和情 谢谢 谢谢阿伦 就是纯展示类 就展示类广告 对吧 就他可能展示了广告 那但是就反正属性来着 就是search高于这个 search高于这个 这个social广告 然后高于这个展示类广告 对吧 就可能类似或者 或者其他类型 但比较明显 就搜索和这个 搜索和社交广告 是很重要的 然后那个在移动专 比如说到instagram 到snapchat 对吧 snapchat到 我又怕念错了 这个我真没念过 但也很厉害 对吧 然后这里有个4 被我引掉了 这个4 我当时截图引掉 那在这里面 当时这个4 他当时统计的时候 还有google家 对吧 google家 我觉得那个点上 我觉得也是蛮称赞谷歌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点 我必须得 这个画个重点 就是说 你们这些大公司 对吧 得有所为 有所不为 对吧 你不能什么事都干了 我觉得那个事情 真的什么事都干了 这个事 你让不让我们干了 对不对 就这个 就是google google把google家 就取消掉 我觉得是很好的 因为真的没有必要 你把什么事都干掉 对吧 你什么事都干掉 那你让别人干什么事 对吧 就是说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就需要有这个 朝气蓬勃和这个 这个角度 对不对 那就说google家 就没有了 对吧 那我这个1234 就没有了 没有了 那在当时角度来讲 就是说可以看到 比如当时可能 Sensha都还没有上市 他当时统计手 那这里面可能 TikTok没放进来 但是我们后面 那个胶片里面 会有TikTok 我们再讲讲 上一期我们讲 那个投放 我觉得对TikTok 也是寄予厚望 对吧 角度来讲 但是说TikTok 在北美 在美国 超级强 就是这个 我觉得也表达一下 这个也没有任何 那个意思 就google家没有了 对吧 我们就放掉了 然后呢 就说Facebook 就他用的这个人群 哦 这个渗透率 我们这个小图 也看一下 小图我们看一下 How mobile 就是这些 Social的这个 软件的 这个mobile的 这个情况 就是移动端的 这个情况 对吧 让我们看 Instagram 对吧 Instagram 对Instagram 你看就是 它的这个占到 98%以上 对吧 这个都 以前的时候 那现在移动端 更多 它可能更高 对吧 Pinterest 为什么这么高 Pinterest 为什么移动端 这么高 他说女性中 对艺术感兴趣 我的理解 Pinterest 就不用拼图 就是找图 是吧 找图和那个 就Pinterest 移动端 为什么这么高 不太清楚 就Twitter 就是它的移动端 比Pinterest 居然还低 对吧 那Facebook 对吧 这个比重 就说LinkedIn 那就是大家 只有在上班 或者下班 在家找工作的时候 对吧 然后用LinkedIn 就还是PC上 用的比较多一点 那就是Facebook 这个我觉得说 这个比重呢 我们也是侧面 表达一下 就说可能用的人的年纪 是偏大一点 对吧 就相对会偏大一点 然后呢 就说Instagram 绝对年纪是偏小的 而且这件事 就说Instagram的 这个商业化 做得很好 就是这也是 Facebook在这两年 就是说它的这个 很大的一个担当 大家有去注意过 大家买Facebook 量的那个流量来源吗 大家有去注意过 这个点吗 就我还是蛮建议 大家去看的 就是Facebook 那个买完量以后的 那个就是 你去拆那个国家 和拆那个量 就是下回 有机会我们去聊 那个单个渠道的投放的时候 因为最近我自己又投了投 就确实比以前 更智能更好了 然后呢 就说有些方式方法 我们可以交流嘛 我觉得挺有意思 然后你去看那个 Instagram在北美的 那个占比是很高的 就以为你 你以为你在投Facebook 对吧 其实你都在投Instagram 甚至是WhatsApp 我想想 甚至都有WhatsApp的 好像也有标出来 一点不多 有一点点那个量 会标出来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IOS 那个更好 就IOS 是不是能够看到 所有那个流量的来源的时候 他能看到说 来自于WhatsApp 就是用户可能把你的链接 放到WhatsApp 然后从WhatsApp 最后一次点出来 然后安装了 就那个也是能看到 就是那个IOS 是能看到的 就是 对 所以这个点 我也建议 就是在社交 就是这个可能表达 就是美国人 就是因为他 他无论是长在 长在这个汽车上 还长在这个信用卡上面 我们都碰不到 对吧 就毕竟咱也不用 跑到美国去做美国市场 就但是长在社交媒体 这件事情上 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呢 就说好的 这些社交媒体 一定是大家要主攻的 对吧 Facebook TikTok 摆第二位 真的 在美国 TikTok摆第二位 然后Twitter 对吧 Snapchat 看不看 反正随你们自己了 我觉得没功夫 就别看了 我进去看了一下 我没看明白 不太 不是那么明白 但是就说 那我就是说 好吧 那就是反正就是 相对肯定 Facebook 如果它包含了Instagram 或什么 TikTok很有潜力 很有潜力 所以这个社交 这个角度来讲 大家就是要组合去看待 对吧 不光是看待这些用户 看待我们去投放 看待我们去 组建我们的这个 社交的这个营销方案 对吧 那就是 这个社交情况很重要 然后再search 对吧 搜索 搜索 我们那个网站 都居然还有从病来的 对吧 就我觉得就是 那个 我指的是说 国内里面我看到 从Google来 从百度来 什么我们能看到 就是说 雅虎还没怎么看到 就是从病来的 还真的是也是有的 那这个是 搜索引擎的情况 那所以谷歌 对吧 就谷歌的股票 它什么时候要跌 现在都太高了 大家不管 谷歌可以的 对吧 就他 你想他这个事情 这都站得那么稳稳的 稳稳当当的 对吧 他现在估计比 75应该更高 我估计可能到80左右 对吧 就80左右 都是蛮高 但是就像刚才 我们看到 就说在于 这个投广告的 这个角度上来 就是search 还是美国人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种 引擎方式 那 灰度的跟大家讲讲 就是说 其实有些流量的来源 你与其这个 去 一门心思 铁了心的买 Google 买Facebook 是一方面嘛 那其实从 社区这边过来的 总想想办法 咱也不是说 去做战群 或怎么样 那既然这个 T国家人这么喜欢 社区 找来找去 找东找西 对吧 那咱们是不是 有一些某种 方式方法 就是在社区这边 就再花点时间 就把你的某些 这个文章和内容 当时我们还带 大家一起去看过 Google的 社区结果页的 那个排序方式 对吧 就比如说 你的这个 安卓的这个 那个截图 会排在第一位 很靠前的位置 Facebook主页 也在第一屏会有 然后你的官网 或者什么 那你就想办法 把这些东西 全部建起来嘛 你的竞争对手 去ASO 你的那个 下载着陆页 他都忘了 还有社区这边了 对吧 你当然你把社区 搜索完的 那个主页这边 尽量就别点完了 点到你竞争对手那边 去把该站的都站掉 Facebook主页 YouTube主页 你的官网 你的这个APP 对吧 你的那三个 叫一个名字的APP 全部都能在上面 能够出来 对吧 你把这个Google的 第一页 搜索结果页的 移动端和PC端 全部占住 对吧 因为为什么 我们看到美国人 这么喜欢搜索 那我们可得 把它占住了 对吧 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就是说 我就是到那个点 我就这么说一下 就不一定实战 那个角度 搜索这边 还是值得它很重视的 对吧 那OK 我们再下来看一下 就游戏的占比 和那个情况 角度上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它太细了 我就不去细讲了 但维度就是说 所有都在增长 就是就是角度上来讲 就是说游戏嘛 游戏这个东西 是跟深耕在这个 他们那个这个 这个骨子里的 就是从小 对吧 比如我们说 哎小孩你不能玩 你眼睛要不好了 对吧 不能玩 或者他偷偷玩 对吧 你越不让他玩 他越偷偷玩 但是现在你管不住了 你一下家里 有十几个 十几个设备 对吧 就移动端 真的管不像以前PC 你把电源拔了 对吧 现在想管 就只能把那个 网络关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但是就说 美国这边 就是全部都增长 但是呢 有一个点实际上 就相当于是 就是从PC往移动转 对吧 所有的这个需求 和这个量级 特别是付费 往移动转 那大家来看一下这边 就是这个market revenue 和这个grossing 就是说 它也是有增长的 但是它这个增长比重 是就是说移动端 它会有一定的下降 但是我们看到 那个API的统计 对吧 但是它即便在一定的下降 它也保持双位 对吧 保持双位 就相当于 这些用户 它已经过来 到了这个移动端 还有大量的用户 会需要从PC 从那个智能机 到这边来转 对吧 就就是你要不要 智能机那个 就不用考虑 因为也费劲 就是说 我们就要移动端 好好做就行了 对吧 它过来 然后呢 付费这边也会有 慢慢会有大量的 这个往移动端来转 这个趋势是不变的 而且美国那边 会还会有大量的 这个这个比重 往这边来转 这个大家一定放心 对吧 绝对放心 然后这个 这个是一个 也是小维度的统计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因为这个 其实有一点 这个历史感 对吧 我后来 我也就把它截出来 让大家一起看一下 因为有些它是 一直还是存在的 有些它就 可能就没有了 对吧 就比如说 Mobile Game的Developer 对吧 这个我们看到 就说 好多都是这个 欧美的这个开发者 就这点我们也 不得不承认 就是说在欧美 肯定是欧美的 这些开发者 它的这个 创造力和各方面 更适合它的口味 但是越来越多 中国的会 会进来 对吧 Publish和Developer 这些当然 也是一直都比较稳的 一些一些开发者 对吧 然后渠道 他提到了 大家看 这渠道我觉得 也值得参考 就是App Store Google Play 对吧 Amazon Galaxy App Store 对吧 那当然讲到美国了 我这个我觉得 得提下去说 Amazon 对吧 那Facebook那边 就说 我这个不是说 亚马逊有多 多强的逻辑 而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逻辑 给它理清楚 就是我们去看 它背后的逻辑 就是说 亚马逊 是属于在北美 就是说 当然我们这边 可能感受会弱一点 就以前可能 什么卓越 什么 亚马逊 在北美的存在 对吧 那我们想 就是和这个淘宝 对吧 我们就那种感觉 就它对你的 这个心理的震撼度 肯定是很高的 Google肯定也很震撼 但亚马逊 觉得很这样 那我们看到情况 就说 它有它的设备 就是它有 它独立的设备 然后在Facebook 在导量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说 它是可以独立 导给亚马逊 可以独立导给 怎么说 独立导给这个 Microsoft 就是那个 独立导给这个 微软 微凤是吧 Windows Phone Windows Phone 对 独立导 Windows Phone 然后呢 那它呢 那我当时就不理解 这个逻辑 就是说 那它是安卓 就它应该也是在 某一种安卓系统下 因为亚马逊 那个也是在 某一种安卓 就阉割的安卓系统下 然后呢 那如果从 Play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导给第三方 那它是有风险的 对吧 那它如果它 那那Facebook 肯定不会冒这个风险 那如果它可以 导给亚马逊 和导给Windows 那就意味着说 这些设备上面 是没有谷歌的 哦 这个大家理解我的 我说的意思 就是比如我们 当然中间也说了 好多那个第三方的 手机啊 什么三星啊 那是它的前提 是它上面 它上面是谷歌的 对吧 是Facebook 它是谷歌的 那就意味着说 在谷歌的整个 生态下 Facebook那边 它肯定是不能导给 导给它的那个角度 但是在亚马 那就它反过来 反制的我就是说 所有的亚马逊设备里面 是没有谷歌的 就亚马逊它卖的那个 忘了叫F开头的 一个什么东西 反正那个设备 也是没有谷歌的 所以就说 那如果这么反过来讲 就是这批用户 是高支的呀 就大家再想 就亚马逊的这个 在北美的这个占比 高不高是一回事 就占比是不 也不算低吧 我觉得也不算低 那至少说 这批用户 它拿的这个设备 它是没有谷歌的 就是说 我只叫 我是预判 因为我确实 没拿到它设备 我只有它一个Kindle 我不知道它的情况 但是它如果安装 那个APP那边 既然Facebook敢给它导量 那理论它应该是没有的 就是如果 不是那个的话 这边是会被判断去到的 就这个是 只是用政策角度 来倒推这件事 那好 所以亚马逊 在北美来讲 应该也是一个渠道 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而且用Facebook可以导量 对吧 这是我看完以后 就也跟大家去同步 就讲这事 然后Galaxy Store 对吧 那这个在当时也说 也是存在的 那在北美也有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 对吧 去看这个情况 然后呢 这些什么 就是有些网盟 有些都可能 现在什么Felary 现在可能都 我都不知道去哪了 可能是吧 就是但都是时事变迁吧 就是Facebook和Google 绝对是很重要的 对吧 推特这些 然后我们看啊 TV Media 对吧 NBC CBS 当然我们也没钱投TV 我们就过 对吧 到Payment 对到Payment 待会还有一页讲Payment 我们就再过 就反正PayPal 这些都是比较流行的 对吧 Payment 但是移动支付也在努力 是Google Pay和苹果Pay 就这两个是在努力的 我看到的是 Google Pay和苹果Pay 在努力 跟国内情况 不是不是什么 Amazon 就如果按国内的情况 应该是支付宝和微信 对吧 那支付宝微信 应该是Facebook Pay 和这个 是不是 Facebook Pay 和这个Amazon Pay 对吧 结果它那是 苹果Pay和 这个Google Pay 对吧 就还是不太一样的 Telecom Operator 这应该变化不大 就是多少年以后 也是大概是这样 当然看5G以后 就他们的那个 变化趋势和情况 就这个是 大概情况 然后到用户层面 好 我稍微加点速 我稍微加点速 sorry 大家可能要吃饭 那个到用户层面来看 就说男性女性 对吧 男性女性 就是说 大概占比来讲 就是说 玩家男女比例 1比1 这个也是这样 就是当我们在买量 因为现在的情况 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们得找到 就必须去买量 必须的 而且买来的量 还得有质量 得付费 对吧 我也不单买 这个下载 所以呢 就其实有一个事 是确实值得大家 一直去琢磨的 就说 这个区域 到底用户属性 是怎么样的 到底我买 买量的年龄设计 是怎么设计的 对吧 到底是 比方说 我现在比如说 如果是有些买量的时候 我就考虑说 那比如说 这个 我觉得是个 roger like 游戏 那我是不是把这个 女性就排除了 我就只选男性 然后呢 那年龄 我选 比如说 什么 就是我当然 比如说大致来讲 就是到底什么年龄段 他可能是个付费会更高 当然就是年轻人 钱会少一点 对吧 或者那个会高 但是在这里面 比如大致可以看到 那么就在第一国家 可能男女性 我们也都选 对吧 就大致比例是 是相似的 那这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他的这个 female 就女性和男性的 就男性的付费 还是相对会好一点 但是总体上来讲 就是他的这个折动下来 还是会比别的 就是别的区域 可能要高很多嘛 对吧 他总体的这个付费 可能monthly 可以到4.6美金左右 对吧 那对于相比较 一般的买量来讲 如果我们布置的合适 那相应来讲 是可以回来的 那这个可能 他的一个佐证 也是合理 就是说 相当于35岁 到44岁左右的 这些用户 他的这个 投入产出比更高 对吧 就他的这个 会可能到 能到6.1美金左右 所以那 是不是可以考虑到 就是说 相应的 就是说 相应的怎么说 就是说 你可以让 买量的时候 可能男女比例 可以考虑到 都考虑进来 对吧 就女性用户在北美 他的付费 也还不错 对吧 然后另外就说 在年龄这边的话 也相应的适度 去考虑35到40 就是年龄相对高一点的 他的付费 可能更好一点 对吧 那我们也做相应的 这样的一个考量 然后呢 就不同的这个区域 我觉得这点 也很明显 就是说 首先IOS 在北美 那确实也是很重要 就是他的这个 占比比较高 然后呢 另外就是说 他的per monthly 就是说 他是绝对是比 安卓要高的 那到有些区域 就是说 因为IOS的占比 实在太低了 就是说 我觉得确实是 可以不考虑IOS 就是说 占比太低 但是在北美 或者日本的区域 就是说 我觉得IOS 是值得被考虑的 而且他的 性价比 也是比较高的 对吧 就是他的用户质量 也是比较高的 而且我们前两天 不还发了一个文章 就是苹果 不是要发他的那个 廉价手机吗 廉价手机 我们不知道 就是到时候 他会产生是什么情况 对吧 会什么情况 好 那这个 这个是他的这个 移动支付的这个情况 移动支付 就这也是稍早的一个调研 就是说 这个移动支付的 这个使用情况 对吧 然后呢 结果 哇塞 真的很厉害 但所谓的稍早 也是没有多久 没有 就是也是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用这个 这个微信支付 和什么 以后的时候 对吧 81%的受访用户说 我没有用过 真的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的 就他那个 这个我就也插开一点 就说 因为社交 那个就是我感受也比较深 然后他不用移动支付 我感受也比较深 就是社交 那个就是说 比如我就说真的 社交我们 那趴过去了 我们就过 就是移动支付 这个就说 他是他在那个 比如说汉堡王 比如说这个麦当劳 他上面是写移动支付 或怎么样 就是他有写在那 但知道我去 当然不是去年了 可能前天说去 就说他有 但是反正据我观察 就是说进来 反正都是给美金 给钱 给美元 美元是一部分 就是大部分 其实是刷信用卡 就包括他那个 他那个 他也有那个自动点 就像我们什么 麦当劳 什么自动买 买那个 他也有那个自动买 那个我们 多数都是用那个付费 对吧 移动付费或怎么样 但至少 我看到多的 多数来讲 都是刷信用卡 就他第一反应 第一的主要反应 就是刷信用卡 怕信用卡拿出来 一刷 然后过 然后那个 谷歌 谷歌那个支付 就我在前端 我们看谷歌 那个支付角度 他给的那个建议 也是说 让你去付费 付他给的什么建议 就是说信用卡 他给 大家去试一下 就是那个付费 你绑定之前 就在Google Play里面 我们去试验的时候 他讲的就说 你先用什么 先用这个信用卡 然后就推荐你用PayPal 然后推荐你用 那个Google 自己的那个 那个礼品卡 还是相关 也有那个推荐 然后这些如果你 不不不 那个第二轮 就是先用的是 最早推荐的信用卡 Credit Card 你去绑一个Credit Card 然后再推荐 你有没有PayPal 对吧 你有没有那个 可能有些第三方 这第一 我应该截屏了 到时候我可以赛出来 大家看一下 然后当你这些都选择 没有 他让你绑卡吗 你说没有 然后上来 他给你推什么 说去7-11 去那个什么什么 为什么 去买他的Gift Card 去买他Google的Gift Card 就是说明那个 他的那个普及度 也是比较高的 是线下去买卡 到相应的区域 去使用 就Google 那个Play那边 直接去这么推荐的 所以在支付这个事情上 当然Play也帮大家去 整合了很多很多 这些渠道 但是在北美来讲 Credit Card 一定还是最靠前的 一种使用方式和方法 当然我们不用太发愁 因为就是大多数 也是被 已经被这个Google 包在里面了 当然做那个电商的那些 可能是其他的角度 就是这个可能还好 但是就说 这只是用户的一种 使用情况和角度 我们也跟大家 相应的有一个分享 对吧 然后呢 那北美这边的 这个也是 相当于就是中国企业 这个前面 我们可能也提到过 宏观维度 就是说中国企业 会占比越来越高 对吧 比如他这个Top100的支柱 和角度会越来越高 那第二个就是说 也提到就是在大盘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类目和类比 就像刚才可能我也提到过 那在这我们再点他一下 就是说策略类 对吧 策略类 他这也是角色扮演 就我还是执拗地认为 这个角色扮演 一定是把这个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是说 角色扮演是增长 很快的增长 然后动作类是下降 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把吃鸡 什么把归到这类来了 角色扮演放第二类 就是意志解谜 对吧 这边肯定是有三销 包括三销 包括那个就三销真的很高 然后动作和赌博 赌博然后休闲 对吧 就我觉得就是到 如果真的那个 就把这个模拟经营 这边再画条线 模拟经营 模拟经营也是蛮不错的 也是蛮不错 就是相对来讲 是OK 这边我们可以画条线 然后当时我们也讲过 就说那对于大厂来讲 应该是策略类 对吧 策略类动作 就是那个应该是 比如说吃鸡什么 那当年那个吃鸡 还没那么火 吃鸡我觉得对吧 就是比如那种类型 然后呢 比如说有些是大厂逼针 甚至包括消除 对吧 甚至包括消除 就如果没有一定的 那个根底 也比较难 但是里面有一些 比如挂机啊 什么就那种类型的产品 大家也都是有机会的 就但是也 就是大厂 比如策略类那个 真的我觉得也是慎重 对吧 慎重再慎重 我觉得没有必要 但是你如果做了挂机类 或者有时候 甚至你做了个音乐类 对吧 相关我觉得到北美 我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吧 就是它相应的小细分类目 别瞧不上 就最好就是那些大厂 瞧不上的那种角度上 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 维度是可以挖的 我们找机会 也可以就是在 在深度的去看 相应的类目 对吧 但是相应的来讲 就它还是 有有相应的这个角度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下载量排名和 和这个 比如说收入排名 对吧 那大家看下载量排名 这块 就是 这是在美国吗 在美国 就是我们也是点一点 比如word story 对吧 哇 真的很厉害 对吧 word story 大家知道它那个 整个组成 对吧 用火柴人 就因为火柴人 对我们的意义 也非同一般嘛 对我们也是有感情的 就是说 它用火柴人 对吧 那吸量的 我们绝对 就是吸量这个 就就就就OK啦 就买量和各方面 用这个素材是OK的 对吧 它中间带的是 那个 word的那个角度 然后呢 后来我也是跟朋友聊 后来才知道说 哇 它那个故事线 用的是 萧生克的旧书 我不知道之前 那个分享的时候 有没有提到过 他说它那个 里面 word的那个故事线 用的是萧生克旧书 就一个人 一个人在那个 那个就是 关在监狱里了 然后你通过word 然后去教他 怎么怎么样 然后越狱 什么 我对北美人的 那个 那个感同身受嘛 但他 然后呢 又又完美的 烙开了这个版权 然后呢 又结合了一个什么 那是不是可以有个消除游戏 对吧 那我们不选 萧生克 萧生克哪天 那我们能不能来个 勇敢的心啊 对吧 来个勇敢的心的故事线 来个消除游戏 来个火柴人 套一套嘛 试一试嘛 就谁说一定不行的 对吧 那人家 你看北美 19年QE 哇 真的好 他现在可能买量 慢慢下 那下面这个 也有很多 比如 就是不是说 那么大的产品 就是他有很不错的表现 对吧 榜单这边 绝对是非常值得 大家去看的 对吧 就在移动榜单 觉得非常值得大家看 而且榜单 如果在海外 第一钉的就是北美的榜单 大家真的是非常建议 北美有很多很新的内容和东西 对吧 这个是后来 但我觉得提到北美这边 就是应用这边 我们也不得不提到 就说相应的去看 就说 但这个是他指的全年 我才话问好了 就大家来个互动 就这个 我是去截了个图下来 这种 典型的就是 台湾的那边的媒体 也好什么样 就那个截的那个图 他把这个给 给变那个什么了 它是19年 API你说 花钱的这个榜单 我们互动一下 大家觉得这个被引掉的是谁 被引掉的是谁 大家知道吗 我觉得 没事吧 就大家就大胆的 就是大家一起聊聊 亚马逊 不是 他对 我这可能那个前提 我再说一下 对 Aaron 我说 前提是说 应用类 就是19年花费最多的 就在上面花钱 花的最多的 就是用户在上面 花应用类 在上面花钱 花的最多的 对对对 Tinder Frank 对吧 Frank 牛 牛牛牛 我给你奖赏 我现在给你点个赞 说你的 对对对 猎豹 Edison 猎豹 然后包包说 抖音 对啊 抖音也很厉害 哈哈对 我觉得其实上一个应用叫哈哈说病能火 真的 不然你谁可以去试一下 哈哈 我觉得因为老外好像老外不说哈哈是吧 厉害了 那个那个呵呵 呵呵能火 那个就是Tinder 对吧 Tinder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眼 就是这个我觉得值得看的 因为我本来那个这边我也多放了几 后来我又把它删掉了 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准备讲讲这个角度 就是这个是因为为什么 就是说其实你去看他整个生态 我们如果单纯只看游戏 对吧 只看游戏呢 有时候我觉得是有点那个让人沮丧的 你知道吗 就是大厂 因为大厂也知道美国很厉害 就在那边就投入兵力和精力很厉害 但是我真的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们作为中小厂 就是说我们就是去榜单弄一弄 然后弄点量进来以后 美国用户真的持续给我们付费 真的很不错 我们就哪怕挖挖大厂的墙角 就到美国那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为了发下个月的工资 对吧 我们不 这有点惨了一点 我们发下下个月的工资 我们这个月到美国去挖点墙 挖点用户过来 就不要指望挖太多 我们挖点用户过来 说不定就把下下个月的工资 美国用户就帮你就付出来了 你知道吗 就我一直想表达这个观点 就不是说我们去跟大厂去 去抢那个事 也不是说 当前也不是说去做多么有创意的产品 因为时间不允许 对吧 那这个维度上我们去 美国是很重要的 对吧 但在这个维度上就应用也是不得不看的 就应用也真的能把钱挖出来 就是 Tinder对吧 我们看到Tinder 哇 Tinder是高高在上 我们我和应用的开发者 因为这点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这个事情是混杂的 大家理解我意思就是 就是怎么说 就做金融的 你说我说 我问他 我说你是做金融的 我做了好多应用 对吧 然后我现在开始做游戏了 我开始做休闲游戏 然后我开始问那个游戏的人 游戏说 我去做了个Tinder 做了个应用 你知道吗 就是我去问做应用的 应用几乎每个人 都做了个Tinder 你知道吗 这我真的不是开玩笑 真的不是开玩笑 就是每个人都做了一个社交 对吧 就这当然这里面 就一个探探 就这个再翻译过来 就是探探 或者什么类的角度 他们真的很挣钱 就这个我觉得有点 咱也不说眼红人家 就他不光在美国挣钱 他在中东 在什么地方 他真的是挣钱 因为这个好吧 那就还是到人用户的核心需求 对吧 或者什么角度 反正就那个角度 他那个产品做的也确实很好 好 那这维度大家看一下 之前我们一直聊下榜单上缺失的点 这个是Top10的应用这边 我觉得想表达什么 Facebook Message Facebook WhatsApp TikTok 对吧 然后TikTok 我不知道是他的新闻稿还是发稿 在2020年发了一个说 他已经超过Facebook 仅次于WhatsApp了 对吧 我觉得口径不同 但是我觉得对于TikTok来讲 我觉得就说 短视频有机会 包括你看下面like 对吧 like也很厉害 到这位置 就说 我觉得我们去分析 那个趋势和那个维度 只要就说 沟通 对吧 Facebook下载量高 就是视频 对吧 视频短视频 就视频 就用户需求来讲 视频很重要 对吧 视频很重要 社交 对吧 大家对社交很需要 长视频也很厉害 就到那个里面 到长视频 长视频也很厉害 就说长视频的那个 比如我们看到YouTuber 包括那个YouTuber 专门推的一个单独的 一个 我忘了他有一个 单独的那个 也很厉害 就是长视频也很厉害 中短视频也很厉害 然后呢 就在美国这边啊 就是说 订阅 就订阅 就是你让他付费 就是如果所有这些 因为我这个 就不是说 鼓励大家一定去做那个事 而是说 你在游戏里面也是这样 你去做订阅这件事 美国人真的是会订阅你的 就前两天 我去听那个YouTuber的那个 有些YouTuber 他就说那个事情啊 就订阅这个事情 对于大家的补充 应该是 也是很关键点 就他们的付费习惯很好 对吧 就美国用户绝对很好 那么TikTok 它的整个 就是在短视频 或对于用户的这个抓取 也非常好 所以大家 可以看到就下载量 也很高 对吧 很重视 就是就是这个是 未来我们在Mijics 或者我们在做很多 是不是要做个TikTok号呀 我也不知道 比如在海外 有没有他的这个蓝船的号 能够怎么怎么样 就是也是有可能 对吧 去触达这些用户 对吧 那同时在 在这个 应用类的这个 在角度上来 就是社交 社交这个是 是看得到的 就是说比较 比较火爆 或者很多人去做的 这样一个角度 那么在北美这边 他也看到了一个 很火爆的一个状态和情况 对吧 就这个我们也看一下 那么就给大家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得通过这些 社交软件和情况 去买量 对吧 那同时这个里头呢 Tinder又给了大家 很多的想象空间 对吧 相应的去做 和相应的内容 对吧 好 OK 那我们来 不好意思 我这个标题都忘改了 就是 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说 进入到北美 就他们给的建议 我也给他 简单总结了一下 就是说 游戏也好 应用也好 就是它的质量比较高 那么我们要考虑 本地化的素材和内容 对吧 本地化的翻译 和它的这个 相应来讲 能够贴合到 北美的这个主流文化 因为文化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就比如黑帮 比如说这个 对吧 中世纪 八八八很多 那大家也都做过 但是就说 你在用各种各样的 中度的这样的方式 就中度 比如大家能用的 比如就挂机 挂机 现在也好多同学 去做挂机 对吧 比如说挂机的方式 你去结合 就What's Sorry 大家好好看一看 就说 我用这种 首先你上来 一定在题材选择上面 考虑到买量 你想到了中世纪 一定也不是 说去做一个 那个中世纪 因为那个买量 已经很贵很贵 你能不能用简笔画 做个中世纪的东西 出来 对吧 就比方说那样 比如二战啊什么 那题材本身并不多 对吧 并不多 然后呢 然后去结合 就像What's Story一样 就是买量测 想清楚了 然后呢 就用什么来付费 他也想清楚 他用What's来付费 对吧 有深度的 就像国彩类的 像这个消除类的 像挂机类的 其实都是有深度的 包括卡牌 一定的卡牌 然后去结合 这个前端买量 对吧 再结合它里面的 这个故事线和角度 就我们做一点 小范围的创新 再去盯住 这一些细分的类目 相对细分类目 就这里面 是绝对是有机会的 对吧 在打这个第一国家 绝对是有机会的 然后呢 另外有个点 就是反正是强调 就是说 在北美这些国家 不像日本这么封闭 那你到日本的话 就说 你就必须选择那些类型 然后必须重装 然后才能进 然后在北美 对吧 我们就像淘金 对对对 就像那个北美 去旧金山淘金一样 我们现在做移动端的应用 也有点像到旧金山淘金 因为这三大巨头 也都在旧金山 不要以为只有这个巨头 说占了 就大公司占了矿 才能怎么样 咱们拿把铁锹 拿个波及 对吧 拿把铁锹拿个波及 他在那个上游淘金 我们在中游和下游淘金 我们照样能淘到金 就一定是这样 一定不要避开这些国家 如果你避开这国家 你到别的国家出海 你就会变得 真的是比较艰难 就北美 就大胆地拿着我们的铁锹 拿着我们波及 到北美去淘金 对吧 有大量的机会 就到时候我们再找机会 我们去细分地去看 它相应的机会点和内容 是怎么样的 好不好 那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小时 哎呦 我时间控制还可以 对吧 用一个小时左右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三个部分 就是说第一部分是 美国的重要性 对吧 美国的在整个海 出海这个领域 国家重要性 不可替代 不可替代 因为它可以让更多的开发者 在那边分到一杯羹 对吧 日本武汉那样 再厉害 再厉害 你不要指望 你在准备好重装之前去日本 那是另外一件事 在北美 就是第一部分是这样 第二部分 我们讲了这个 它的用户的一些习惯和属性 用了一些稍微老一点的数据 和内容来证明了 那这个是一贯的 就移动端只会越来越好 对吧 只会越来越好 只会更多的付费 更多的钱 在移动端来支付 对吧 这个是一定的 大家就 左死mobile频道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第三部分呢 我们来看了一下 就是近期 比如说或者近一年内的 一个表现比较好的一些 产品和趋势 对吧 那这个趋势表达 就是说 可能北美那边也是引领 就移动端 比如APP的趋势 游戏的趋势 就它是有很大的 引领的作用的 所以也很希望 大家通过去关注 和盯住北美的榜单 能够在大家 给大家一定的启示 对吧 其实无论在研发册 在这个发行的准备册 都有更多的启示 然后呢 在2020 因为说实话 真的没时间了 2020就对大家的压力 我都知道 就都很大 对我们当然尽量都讲 更乐观 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讲 但是就说 怎么样能找到更好的 也不叫捷径 就是正确的路径 对吧 正确的路径 然后呢 我们去把钱赚到 对吧 把下个季度的钱 对吧 下个季度的工资 咱们给它赚出来 是不是 就这个我们也是 摆在面前的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问题和话题 所以在美国 是非常值得 我们去努力 和花时间的 对吧 花时间的 我看一下 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分享 就到这 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